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名字叫小柯 那么大家也听了今天听了很长时间了 大家对上午哪个环节印象最深刻呢 不会是早上Apple发布的iPad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大家凭下面 座位下面的这个所谓的表格 待会交到我们这个会务台 就可以领取我们今天新款的iPad一台 OK 开个玩笑 调节一下气氛 OK 那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 跨屏设备下的互动广告 那么我特别喜欢一本书 那么也是我们之前Google的同事写的 叫做《浪潮之巅》 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看过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它其实对过去一百多年当中 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进步做了一些分析 那么它把每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进步呢 都描述为一个浪潮 那么在书中呢 它写到每一个浪潮呢 如果一个公司正巧碰上一个浪潮 它其实可以保持几十年的一个长盛不衰 那么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说呢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 那我相信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呢 我们能够目睹很多行业 这样一个巨大的变革的发生 那如果更加幸运的话呢 我们甚至有机会去改变这个行业的发展 那么今天呢 我的演讲的主题呢 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数字行业的一些 两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和趋势 以及通过今天早上我们介绍到的这个DTM的产品呢 如何去迎接这样一个 拥抱这样一个变化和趋势 那我相信今天如果问大家 数字行业最大的一个变化呢 可能就是移动平台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已经二十四成七的 通过各式各样的设备和互联网连接起来 那我们可能早上 这个在地铁上或在家里面 我们更多使用平板手机 到了办公室呢 我们可能使用这个PC 那么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每天呢我们睡觉之前 就是闭上眼睛之前 或者是睁开眼睛之后 第一件事情呢 很多人的生活也是跟智能手机 或者平板电脑相关的 那这边呢我给大家看一幅图 那相信很多朋友非常熟悉 那这幅图呢 其实是05年和13年 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 大家争相目睹 新竞选出来的这个教皇 这个场景 那不需更多的语言 大家已经看到 其实在这里 在这边新的这幅图当中呢 基本上人人一台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所以行业的变化呢 是非常非常的快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我相信 也更能说明整个行业 在过去三四年当中的一个发展 那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图中呢 以Apple的iOS 和Google的Android 为代表的移动设备呢 其实从市场份额 从之前的可能不到10%增长到今天超过60% 70% 那么其实也是代表了一个移动设备的一个快速的增长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下呢 对我们数字营销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呢 既是一个挑战 我相信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机遇 我们如何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呢 在行业里面脱颖而出呢 其实是 我相信业内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所以这是我今天介绍到的第一个趋势 那么介绍第二个趋势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那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广告组呢 是这个 是这个索尼动画 那么这个广告呢 它希望能够打造出来一个 跟以往不一样的一种广告的用户体验 那么 那么在007的最新一期的这个Skyfall电影当中呢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那么最开始的一个场景呢 是007追逐一个坏人的这样一个场景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场景呢 放到广告当中去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视频 那首先呢 我们就把这个电影开头的这一段 追逐这个坏人的这样一个场景呢 放到电影当中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画面上提示出来 这边现在有一个游戏 你要不要 来用你的手机参与这个游戏 点击愿意参与激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QR的一个代码 那么它会提示你呢 用手机来扫描这个QR代码 我们看一下扫描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扫描之后呢 其实你的智能终端上 就会弹开一个HTML制作的一个网页 那么在这个网页上呢 它会提示你把你的这个手机呢 把它横过来 所以横平 那么这个时候呢 桌面上的电脑 无需任何额外的动作呢 自动激活一个游戏 这时候用你的智能手机呢 就变成一个远程遥控器 来控制这个游戏的左右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酷 那么这个广告在投放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反响 整个performance呢 非常的好 我们大概有20%的用户 看了这个广告的用户呢 都会来玩这个游戏 那平均每次游戏时长呢 大概接近一分半钟 那么所有这些指标呢 都比行业平均指标呢 可能要超过20%到30% 不等 所以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今天想说的 互动广告 互动式广告的 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发展 那么互动广告为什么 会越来越承担起一个 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呢 那么这个如果说起这个 互动式的这个广告的话 可能我们首先呢 我们可以说一下互动式的内容 在这个 从内容的角度呢 看PC 在PC和移动端的一个发展 那么说起网页的内容 在PC设备上的呈现呢 更多来说 我们说它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呈现 很多内容呢 是堆砌式的 一块一块把它堆砌起来 那么尤其大家今天去看 新浪 去看搜狐 去看凤凰 很多内容呢都是非常非常长 那么用户呢 更多是通过拖拽屏幕 上移下移 来观看页面的内容 但是呢 今天如果你的内容 呈现在手机上的话 你的内容是不是还可以 通过堆砌式的方式 来把它呈现出来 我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 我相信今天呢 大家很多朋友都在使用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 PC 那我给大家看三组数据 第一个呢 是13寸的笔记本 13寸的笔记本呢 我们的长和宽呢 大概是34厘米乘以22厘米 如果是10寸的iPad 大概是10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11厘米乘以 大概是10厘米 大概这样一个比例 如果是手机的话 大概是 大概是 11乘以6 这个数字我可能记得 不是特别准确 但是比例我记得非常清楚 13寸的电脑屏幕呢 是iPhone 5S屏幕的11倍 屏幕大小 物理尺寸 那么10寸的iPad 是iPhone 5S 大概是3.8倍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概念呢 如果同样的内容 我们在PC上 在移动设备上 我们要同样呈现出来的话 网站端呢 不可能把内容压缩 把图片 牺牲图片的质量 牺牲文字的质量 把它呈现出来 那么它一定需要通过 一个交互式的方式 来把同样的内容 图片 文字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交互式内容 首先会在移动设备 崛起的大背景下呢 会有一个快速的成长 那么反过来呢 今天我们说一站式的网站 Responsive Website 那这些网站呢 做一个这个终端 那不管什么样的设备 来访问这个网站呢 它会自适应 终端的这样一个显示 所以在交互式的内容 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呢 它又反过来 影响移动端的设备 影响广告的这样一个设备 所以呢 我们说在整个行业里面呢 交互式的内容呢 交互式的广告 会越来越被用户 被广告主 被网站端所青睐 那么我这边再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 大家看到我们 double click 每年会针对全球投放的campaign 做一个行业的一个调研 那么这是2012年呢 这边有些数据可能引掉了哈 因为PPT的关系 那没关系 我这边给大家说一下 点击率呢大概是0.17% 行业平均水平 全球行业平均水平点击率是0.17% 广告交互率呢 上面这个interaction rate 大概是3.58左右 也就是说什么呢 行业广告的交互率 如果你的广告有交互的话 它大概是以点击为主的广告呢 大概是21倍 也就是说呢 今天你的如果你的广告呢 还是以点击为主 需要用户点击到mini site 去完成转换 或者是发掘内容的话 你大概会牺牲掉20倍左右的 用户眼球 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非常遗憾的是 在中国呢 互动式广告 或者互动式的内容呢 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受到重视 在过去几年当中 所以对在座各位来说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大家看两组数据 在美国 我们看到蓝色框呢 我圈出来蓝色这部分 以互动式广告为主的 副媒体广告 它的市场份额呢 会从11年的5.2% 增长到17年的8.4% 市场份额会增长60% 但是恰恰相反 在中国呢 我们看啊 那么这是二位的一份报告 那么在这里面呢 红色框圈出来的 这个灰色的这部分 那么这是中国的副媒体 大家如果了解 中国的副媒体广告的话 其实可以发现呢 其实很多年都没有一个 大的一个变化 更多来说都是 右下角弹窗视频 或者是大的 缺少互动的一些浮沉 那么以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 副媒体广告呢 其实在中国 从09年 会从市场份额 5.6% 下降到14年 15年的2.6% 所以大家看 两个市场呢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个趋势 那么其实这个 就是市场上对于 互动式的一个理解不同 美国的互动式广告呢 它不仅仅覆盖于副媒体 甚至今天 很多banner广告呢 也开始采取这样一个 互动式的一个理念 比如说我们电商今天 会把多链接的广告呢 放在很多banner广告里面 那这些广告呢 其实也是我们所认为的 互动式广告 对 你在常规的banner广告里面 其实非常少见到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通过double click的产品呢 来通过四部 来打造跨屏的互动广告 首先 我们可能在希望有这样一个 互动广告之前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idea 那double click 英国的团队呢 在三年前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 我们如果帮助广告组实现 其他广告组 可能之前没有实现到的一些创意 所以呢 我们希望给大家创建一个 集中了非常多的全球领先案例的 这样一个网站 三年前呢 我们就launch the richmillergallery.com 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网站 那么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呢 那么汇集了 汇集了全球成百上千的 顶级的广告案例 那今天呢 我们访问这个网站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案例 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呢 我们可以根据 广告主所在的国家 广告主的类别 所在的行业 以及他使用到的互动的一些元素 来筛选 查看一些最先进的一些案例 这些案例呢 覆盖了PC端 也覆盖了移动端 同时呢更有意思的是 在这个网站上呢 我们有超过上百个不同广告素材的元代码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直接上这个网站呢 我们就可以下载这些元代码 来无缝的使用 只要替换一些图片或者背景 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跟大家介绍呢 我们richminutegallery.com的一个中文版 我们已经正式的 今天也是向大家隆重的介绍 那这个中文版呢 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用户的一个汉化版本 那里面大家知道每一个副媒体的素材 它其实文件非常的大 那么针对这个中国用户的浏览速度呢 我们其实做了专门的优化 保证中国用户呢 也可以非常流畅的观看 这里面所包含的成百上千的广告素材 好 这是richminutegallery 那么光有这一项呢可能还不够 在我们的产品当中呢 我们还提供了60多项不同的交互组件 其中呢我们包含视频 包含游戏 包含QR Code的扫描 包含表单等等等等 这些交互的组件 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那这些组件呢 我怎么知道什么场合 应用在我的campaign当中 那我们有专门的顾问咨询服务 那我的同事呢坐在台下 我们有位同事fantas 那他会根据我们广告组 根据他的不同的campaign的需求呢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些 平时我们针对广告组 不同campaign 不同的campaign的目标 我们会提供不同的一些交互的功能 比如说如果广告组希望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我们会建议他来使用视频 或者是一些social的一些components 包括分享 包括这个follow等等这样一些元素 根据不同的互动的元素呢 我们也会提供不同的kpi 来进行追踪 但是说到创意呢 我们不能不说一下 目前行业里面最热门的Dynamic S 那我们今天早上 其实很多嘉宾都提到了这个概念 那Dynamic S呢 其实更多来说就是 帮助我们把合适的信息 在合适的时间deliver给合适的人 我们通过把一个素材呢 拆解成非常多的部分 把原来一个完整的素材 拆解成各式各样的部分 来实现原来不同的需要可能成百上千素材 所实现的效果 对大家看这个广告当中呢 就是每一个我们所单独圈出来的部分呢 都可以作为动态素材把它拿出来 来实现不同的效果 广告主呢 通过动态广告它可以实现更好的效果 同时呢 它又可以受益于通过动态广告平台 所节省的人力的成本 那用户呢 因为看到了更相关的广告 它可以产生更好的广告的performance 所以这个就是动态广告呢 它本身设计的一个初衷 好 那么有了好的idea之后呢 我们应该如何来实现广告 那么这边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工具 那第一个工具呢 我们叫做Google Web Designer 那这个工具呢 是我们上个月在全球刚刚发布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素材 专业的素材制作人员呢 来无缝地使用这个工具 设计出跨不同的操作系统 我们可以是Windows 可以是Mac 可以是iOS 可以是Android 跨不同操作系统 跨不同的浏览器 所投放的终端的这样一个素材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工具来设计网站 那么最重要的呢 这个工具呢是免费的 而且呢 它可以无缝地和double click的产品 无缝地集成 所以大家不妨回去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Google Web Designer 那么如果说Google Web Designer 是针对我们的专业素材设计人员 提供的一个跨平台制作素材的工具 那我们还有一个工具是double click studio layout 那这个工具呢也是免费的 但是是给我们现有客户的 那这个工具呢更多来说是针对我们不懂技术的 这样一些运营人员呢 提供的一个快速制作素材的这样一个工具 那么在这个工具里面呢 我们有几十种公开的广告模板 那我们的运营人员只要进去选择合适的素材 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地制作出来一个广告 我们也可以制作专属于每一个公司 或者每一个媒体自己的广告模板 那在这个模板当中呢 我们可以把刚刚提到这些互动组件呢 全部都拖拽进去 来快速地来制作出一个模板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一个sample的机会 放段视频 对我们来给大家demo一下 到底我们这个工具有多快 能够制作出一个素材 好大家可以看这个广告 那这个广告呢它是一个点击 浮动鼠标一上去弹开的这样一个广告 那在这个广告当中呢有三个视频 右边一条三个视频 当你选择不同视频点击的时候呢 中间这个播放框呢就可以变成这个视频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广告 制作出来到底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我们今天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帮大家完成这个广告的制作 进入我们layout这个系统呢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广告模板 那么进去模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模板所提供的规范 在上面选择比如说不同的背景颜色 不同的背景图片 上传不同的video 好这样一个广告就制作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我们在平台上可以无缝的preview 预览每一个广告 我们看一下这样制作出来广告 是不是和刚刚我们之前播放的广告 是一模一样 当然我们这个只是为了我们会场demo使用 所以这个案例呢相对可能还比较简单 好那么下面呢有了好的创意 那么制作出来好的素材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怎么来投放这个广告 那这个广告可能非常大 那么现在来说呢通过double click rich media这个平台呢 我们可以投放高达百兆百兆的素材 那如果大家了解行业可能平均投放知识的素材呢 可能在100K之内15K到30K针对普通的banner 那么如果是视频的话可能100多K左右 所以呢我们可以支持上百兆的素材 可以是行业平均水平的几十或者上百倍 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对于大家广告主来说 agency来说一个直观的好处呢 今天来说我们直接把这些 原本需要放在mini site上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搬到我们的素材里面来 让用户在素材里面完成很多的这样一个 期望的行为 根据我们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投放了可能上百个不同的campaign 我们发现呢 其实对于提升广告的conversion rate 转换率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的广告的转换率呢 大概从8%到550%提升 不等这样一个水平 那说到这边大家可能比较 心里有比较有concern 就是OK 你们投放上百兆的素材 你们最后用户呢 会不会卡壳或者看的时候 会不会卡住 并不流畅的 那其实呢 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了一个 这样一个中国地图 那这是我们今年的 我们测试的一个campaign 这个campaign呢 其实不会有上百兆这么大 但是其实也上了大概5兆左右的 这样一个水平 一个视频文件 那我们针对全国区域进行投放 那么在全国区域投放以后呢 这就是一个投放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个地图当中呢 我们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出来 用户在这个省份当中 所观看视频 一个流畅程度 淡绿色呢 代表非常的流畅 那么深绿色呢 代表流畅 那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呢 这个绿色所呈现出来的用户呢 他其实可以观看这个视频呢 不会受到任何这样一个 延迟的影响 那么这个报告呢 是我们一家这个 Google正在使用的一家第三方 用户体验一个调研的公司 叫做基调 相信很多公司 可能也在用它们提供服务 英文名是Networkbench 来提供了这样一个报告 那么我们针对日后呢 如果我们的客户有这样一个需求呢 我们在每一个campaign当中呢 也可以把基调的报告提供出来 所以在这块呢 大家可以放心 那么一个好的投放系统呢 我们刚刚说在跨屏设备下 那么它如何去智能的投放这个广告 那么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 我们可以智能的判断 访问这个页面所使用的终端 如果你的终端是PC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显示Flash的广告 如果你的智能终端是iOS 或者是Android平板智能手机 它就会显示Hmail的广告 那另外呢 在我们的投放系统呢 我们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在投放广告 制作广告都是用我们的PC来完成的 那制作好投放好之后呢 我们其实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这个广告如果投放在 手机上或者平板上是什么样一个样子 那么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 我们每一个投放的campaign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一个QR Code 这样一个功能 那你如果使用你的手机或者平板 扫描一下这个QR Code呢 你就直接可以在你的手机或者平板上 看到这样一个广告 比较直观的看到它呈现出来的方式 那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智能投放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 那么当你的广告也成功投放出去之后呢 那么剩下呢可能就是监测了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说到 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 我们很多广告组在使用 最下面的这个曝光的监测 和最下面的点击的监测 如果再高级一点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我们这个季度马上发布的 Active Impression这个功能 来了解多少用户真实的看你的campaign 但是呢我们其实在中间呢其实有个黑洞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来说呢你可能有一个视频的广告 用户到了这个媒体上面看到了你的广告 花了20秒或者30秒来看你的广告 那么看了广告之后呢 他可能甚至还和广告之间形成了互动 包括他哪一帧特别感兴趣 有拖拽拖快拉慢等等 那么大家不觉得很可惜吗 如果这个用户仅仅因为没有点击广告 而被你忽视掉了 其实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这个black hole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interactive metrics engagement metrics 交互式的这样一个指标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 我们可以提供上百种不同的交互指标 那我们有这样一些基础的交互指标 基础的包括交互的交互流量交互率 展开次数等等这样一些基础的交互指标 我们有针对20多种视频专用的这样一种指标 那么所有这些指标呢 都是不需要额外做任何事情 我们的系统可以自动提供的这样一个指标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还提供了三种定制的交互指标 这三种定制的交互指标呢 别看它数量没有上面多 但是它做的事情可比上面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然后给大家举两个可能更实际的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投放一个视频的游戏的广告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样Counter这样一个 这个定制的指标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有多少用户玩了游戏 甚至你可以追踪到比如说是我们选择这个 我们可能是一家比如说打飞机的这样一个广告 那么最开始呢有三架飞机可以供用户选择 我们甚至可以追踪到有多少用户选了第一架飞机 有多少用户选了第三架飞机 这个都是通过我们的Counter这个指标可以提供出来 那Timer这个指标呢 我们可以追踪到每一个用户每一个impression 它如果玩了游戏 它大概平均每次的时长是多少 平均大概每次玩游戏的时间是多少 最后Exist呢 其实更合适的可能放在我们电商类的广告当中 我们可能一个电商的广告有非常多的单品 每个单品点击呢我们可以跳到不同的页面上去 那Exist的这个参数呢就可以帮我们记录下来 每一个广告素材当中的点击次数是多少 所以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来全面评估广告的效果呢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其实就是我今天说的四步 从广告创业的产生 广告素材的制作 广告的投放到追踪 那么说到这边呢大家可能会有提问 就是在中国你说这么多 最后我应该选择什么媒体投放这个广告呢 那么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我们和上百家媒体呢 都有过比较深入的合作 那么通过和媒体合作支持Double Click的代码 那么今天来说呢 我们认为可能光是有过这样的合作可能还不够 我们今天呢也在更深层次的拓展和媒体的关系 所以在未来几周当中呢 我们会有更加惊喜的消息会给大家宣布 那么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那么最后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我们是雪铁龙DS5这样一个车型 它希望打造一个给用户不同以往的一种广告体验 它希望能够承载丰富的内容 能够实现跨屏的广告投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广告呢 是如何来呈现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所提供的方案呢是 我们在英国和美日电讯报所设计的一种全球一二年 在全球获奖的一种广告格式 那英文是Cascade 中文呢是瀑布式的这样一种广告 那在这个广告当中呢 第一次用户看到呢 更多来说它是一个banner 就是普通的一个728层90 是一个banner的广告 那么用户如果留意这个广告呢 它有一个按钮 点击呢会展开 那么展开以后呢 它可以呈现更多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素材当中呢 它更多的是一个图片库 那么如果用户感兴趣 就它还可以再展开第三层 来呈现更细节的信息 那这时候呢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 就变成了一个全屏广告 那么在全屏广告里面 用户再点击的话 就会出现跳出到官网上去 那么更加有意思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campaign当中呢 我们是跨屏的 在所有三个屏幕当中 用户体验是一模一样的 对 所以这边呢也就说到 我们刚刚所实现的智能终端 识别投放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最终来说 用户这边反馈是非常的好 好 那今天呢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的 最后一个案例 那么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宝贵时间 那么下面呢 我就把环节交给我的同事映竹 他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刚刚发布的RTB的解决方案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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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